大家好,我是芳芳姐 欢迎来到芳芳姐生活 多谢支持,赞好,订阅 今天和大家分享 电饭煲五花腩的做法 首先,擦一下皮 烘一烘,热一热 直到它微微金黄色 四边热一热,让它出油 这次五花腩买得很好 加入葱、姜片和水 水倒入猪肉面 水滚鸡,煮五至八分钟 翻一下它 让它出血水 猪肉的酥味 可以了 立刻冲一下水 翻一下猪皮 如果四边有污漬 也翻一下它 把配料放在煮中 把配料放在煮中 一根生抽 两根老抽 一根绍酒 少许胡椒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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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根蒜 一根蚝油 糖 我给了一些片糖 和冰糖 都是小小的 水就加到猪肉面 那边 暖水就可以了 电饭煲按煮饭功能 我按了两次 因为我的五花腩 很大 如果你们切开它两条 一次就可以了 之后倒出锅 煮一下那些汁 让它浓一点 稠一点 入味一点 好香 切好就可以了 今次的五花腩 就不同 那些梅菜猪肉的吃法 的 梅菜猪肉 就浓一点 软一点 这些呢 就爽一点 清新一点 它吸收了配料的鲜甜味 所以吃法是有些分别的 口感是清爽一点的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分享 未按订阅的 帮帮手按订阅哦 订阅是免费的 有你们的支持 是我拍多些片的动力 记得赞好我的频道啊 多谢大家 把刚才煮好的 那些汁 淋上 嗯 好漂亮 好想吃 看见它流口水 好想吃 够了 放在那些葱花就搞定了 那些材料在后面那里有影的了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